上周三二七南投六点一大地震 震撼全台造成不小的灾情 听张朋友听不到 万一在地震当中受困了 要如何逃生求救呢 现在我们就带您看 桃园听张朋友的秘诀 三二七南投六点一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家住六楼的听张朋友曾金泉 第一时间就是把家中大门打开 想到和之前九二一很像 很可怕随时提高警觉 一直注意天花板上的灯 随时准备多门而出 曾金泉懂得保持逃生通道畅通 逃生的时候才不会受阻碍 不过万一地震听张朋友受困 如何自救 先发简讯出去 不知道警察有没有收到 什么时候会收到 刚好可以先躲在桌子底下 可以往下爬在那里等 虽然目前警校单位 针对听张朋友报案 特别设置简讯专线 不过各县市不统一 加上没宣传 怎么使用听张朋友捕萨萨 所以碰到紧急情况 只能透过家人辗转报案 如此一来很容易 一不小心就会措施 黄金救援时间 很多你知道吗 很多措施还不够完备 希望各政府单位 可以教导许多孩子如何避灾 知道听张地震求救困难 桃源县政府社会局 计划开办听张逃生奖席 我们社会局会跟这个 我们相关的这个局处 可能来办一些活动 办一些奖席 研席之类的 让他们能够这个 有这一方面的一个知识 除了加强听张防震教育 另外听张驾驶 也希望地震发生后 政府可以在国道上 提供即时地震讯息 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 事前都要先了解 赶快告诉交通单位 要加设监视器 还有跑马看板 让大家都能够清楚 掌握资讯 多一份资讯 就多一份保障 听张朋友就能够在地震发生时 做出最正确的反应 记者程序林王新中 桃源报道